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今早早時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見到天上的雲不多 已經見到不錯的陽光 不過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大家可以見到 雖然香港附近 包括廣東內陸地區 其實天上的雲雖然不多 但見到周圍 特別在南海北部 其實都有一些對流雲團的發展 在雷達的影像 其實見到 在接近今早的時候 在香港西南面的海域 就有一些強的雷雨區發展 並且逐漸靠近 預計這些雷雨區 有機會在今早的時候 可能影響到我們 所以雖然早早的時候 可能大家出門口天色不錯 但最好都是戴著把傘穩陣 看看香港各區的氣溫分佈 早上六點鐘的時候 大部分地區的氣溫都介乎在 26至28度之間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 會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骯雨 早上早雨會較多 以及有雷暴 而日間就會是 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概在32度 會吹著和緩的南風 由一些電腦的預測圖見到 在高空擾動的影響之下 周末期間在廣東楊岸地區 可能會有較多的趨雨 到下個星期頭的時候 隨著高空反應船增強 到時趨雨就會減少 天色亦會有所好轉 所以我們展望 去到周末期間就會是 偶爾有趨雨 下周初為部分時間有陽光 但亦會有幾陣趨雨 一直聽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